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 我們到目前為止 所了解的都是從title面轉到lead domain 這是lead轉換 那相反的有沒有什麼反例轉換呢 反例轉換呢 它的轉換方式是這樣子一個式子 sn等於2iz分之1 然後對sd乘以dn-1次方對d積分 它是一個環積分 環積分是在這個收斂範圍 d的收斂範圍來積分 這個式子大家覺得怎麼樣 環積分 各位以前微積分學如何 那會不會覺得心情就變差了 這個環積分其實不是那麼好用的 既然看了不高興那就不要用 不要用這個式子好了 用我們所會的 我們會什麼呢 我們就是會拿幾招嘛 那幾招就夠了 會哪幾招呢 一開始我們講說 如果sn等於a的n次方un 它的力轉換是什麼 然後sn等於-a的n次方u-n-1 它的力轉換是什麼 然後 然後 有考慮 如果我sn做平移 它的力轉換又是什麼 然後如果sn 我這邊乘以一個sn 力轉換是什麼 我們學過這些東西 對不對 學過這些東西 你就把它反推就好了 就是 你看到這邊是什麼時候 就把它反推回來 就可以了 比如 sd 等於 1加力的-2 加力的-348 那它的反力轉換是什麼呢 反力轉換你不要用這個式子 你用這個式子你就會 人生就變黑白了 你要用你會 所以 1它是 ΔN轉過來的 那你就要記得 它是ΔN轉過來的 這裡就是ΔN 然後力的-2 是 你就想 剛剛不是講說 sn-1 n-n0 它的力轉換會 跑出一個力的-n0 所以這個一定是 Δ平移而來的 那這個呢 也是平移 就這樣子 反推回去 所以有一些基本的 訊號它的力轉換你要記得 才可以 好 那我們看一個稍微 比較複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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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比較簡單 就是譬如說像sd 如果它是 1加5 d的-1 分之 d的-2 然後其中d的 絕對值 絕對值 小於 這個力轉換是多少 這個 反力轉換 sn等多 如果我今天沒有這個 如果我今天沒有這個 這樣子它的反力轉換是多少 它又在方向圍了 這個是 基本的啊 基本題嘛 你要先看 它的收斂範圍 力的絕指 小於5 這是右邊序列 還是左邊序列 的產物 左邊嘛 對不對 右邊序列是 大於的啊 圓以外的 左邊序列是 圓以內 好 你要記住喔 就各位早上起床 你就要提醒你自己 睡覺前也提醒你一下 這樣子才有 才能做 做好夢 晚上提醒自己 這樣就一夜好眠 早上起來再提醒你自己 今天就是 得意的一天 對不對 例小於5 這是左邊的序列 左邊的序列 你就要寫出那個 負的A的 n次方 u 負N-1嘛 所以它是 負的 這邊是A A在這邊是多少 是負5 對不對 的n次方 u 負N-1 所以它是這個形式 可以嗎 奇怪 各位 到底是什麼回事 瞬間 忘記了 各位八分 太短了 A的n次方 un 力轉換 絕對值 是1-AE的負1 力的絕對值大於 A的絕對值 負的A的n次方 u 負N-1 力轉換 是1-A 力的負1 分之1 這兩個一樣 但是它的收斂範圍 是力的絕對值 小於A的絕對值 所以你要記得 這個形式 這要把它記住 可以喔 所以這個地方 它是1加 所以是1-5 也就是說那個A是-5 然後 U-N-1 這樣子 OK 這樣可以嗎 那我剛剛 把這裡改成 改成力的 我剛剛改什麼 力的平方 力的平方 這樣 力的平方 那其實就是相當於這種 這種關係啊 我這邊力的平方 代表說你這裡應該是 N加2 對不對 一定是從N加2轉過來 才會有力的平方 那N加2 你就是把這裡面的N 改成N加2 所以這裡就改成N加2 然後這個N呢 也把它改成N加2 這樣就好了啊 那你如果這個覺得 有點亂 就把它 寫成N 寫成N 這裡-2 又-1 所以-N-3 這樣會不會 這樣會不會 再出一題 所以 S-L 等於 1加2 L的-1 分之 1- 好 各位做一下這一題 這邊是1加2L的-1 然後這邊1-5L的-1 然後L的-3次方 這樣 算一下這個 S-N應該是多少 這個地方 那先看收斂範圍 收斂範圍 第一的角度是大於2 小於5 這是一個環狀的 那它會關係到你這裡 應該是 對應到右邊的序列 還是左邊 那這邊也是一樣 這一個 各位看 它是右邊的序列 還是左邊 右邊 因為這裡是大於2 大於2 它這個是對應到右邊的 所以它是一個-2的 N次方 UN 因為這裡 是加對不對 原先這個形式是-的 所以這邊是 應該是-的 然後這一個 它是小於5 所以這是左邊的序列 左邊的序列 它是一種-的 什麼東西這樣的形式 對不對 所以它是-的 你如果只看這一項 它是-的什麼 但是它這裡又有一個-號 所以這裡就會變成- 然後- 減5 它是對應到5的 N次方 U- - 減1 這樣子的形式 那因為這裡又有力的- 3次方 所以你要把這裡的N 改成N-3 這邊N也改成N-3 所以這邊整理一下就變成 U-N 這邊加3再減1 就是加2N次方 UN 加5的N-3 這樣子 所以它的答案就是這樣 好 那這個題目呢 先講另外一個題目好了 改意上還有一個問題 是 看起來稍微比較麻煩一點 這樣 如果SD等於 1- 1.5 L的-1 加0.5 L的-2 然後這邊1加2 L的-1 加L的-2 我要求它的反力轉換 那這個式子它有沒有反力轉換的公式 看起來沒有對不對 因為反力轉換我們所熟知的 大概就是像這一種 不然就是data的那種樣子 就是一次式 立了一次的多項式 那它現在是二次 那怎麼辦呢 我們要設法把它變成一次的多項式 它怎麼做呢 我們要把它改裝一下 先用長厨法 把它那個分子分母的那個翅膀呢 先把它降低 各位以前有學過多項式的厨法 對不對 小時候應該有學過 1加2 立的-1 加 立的-2 好 不過這裡長處法 各位 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把 負的高次方把它擺在前面 立的-2 加2 立的-1 加1 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現在是這個負的翅膀 會決定 待會把它拆出來之後的這種形式 所以把它擺在前面 這等一下我們做 往下做 各位就會有那個感覺 這邊是0.5 立的-2 -1.5 立的-1 加1 所以這個除以這個 這邊是係數1嘛 這邊0.5 所以除法這邊是2 2 然後這邊是立的-2 -3 立的-1 加2 可以吧 各位有沒有學過 不會又看到優福吧 你有學過的舉手 大家都有學過 有學過的舉手 我就知道 好 這個就跟剛剛門打開來 沒人 以情況不一樣 有學過 但是又沒學過 是不是 就是學了也是白學的意思 是不是 不管 從今天起 各位就學過 就是這樣子除 然後 這邊減這邊 這個0 然後這邊減這邊 5 立的-1 -1 所以你可以寫成 它有一個2 這個三數 加上 這邊是分母 1-1.5 立的-1 加0.5 立的-2 然後留下這個餘數 是-1加5 立的-1 可以寫成這樣 OK 寫這樣子之後 你再把這裡 做拆解 因為 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因式分解 分解成什麼 1-0.5 立的-1 if 診分解 대해서 就可以把它寫成 部分分式的形式 这边是A 这边是B 某个系数 A跟B是多少呢 这个我们可以算 就是 现在这两个组合起来有点塌 也就是说 这个 我现在要求 现在就会变的是 这个A乘上1减2 立的负1 加上B乘上这个 1减0.5 立的负1 要等于这个 那我立 立等于2的时候 0.2 这个就约掉就0 然后带到这边来 0.2 就是0.5 乘以0.5 就是0.25 1减0.25 0.75 对不对 就是0.75 B要等于 这边带入 0.2 就是5出以2 2.5 2.5减1 就是1.5 所以B等于 1点多少 0.75 除以1.5 百分之1.5 这个 看一下 这边这样 对吧 对啊 对啊 就是2 奇怪 看半天 1.2 对吧 好 然后 然后令 B等于 0.5 那于是这项就没有了 就留下这里 0.5 分之1 就是2 1减4 就是负3A 要等于 要等于 0.5 就是2 等于10 就是9 所以A等于 负3 所以这里可以写成2加 1减0.5 D的负1 这边是负3 加上 1减D的负1 分之2 现在有没有算错 超错 超错了 所以应该D等于1 D等于1的话 这里就是0.5 所以B应该等于8 所以这里一失足成千古恨 那B等于 0.5的时候 带到这边来 1减2 -1 -A A等于-9 对吧 所以这里是-9 这里是8 就可以这样子改装 OK 于是 这个反例转换 我们就很熟悉了 有没有 但是 这些题目 假如没有给我们收链范围 但它却有很多种可能性 就有一堆的可能性 这边我插掉了 所以 Sn 它可能是2 Δn 加上 如果现在两个都是右边的序列 那 这代表D的绝对值大于0.5 D的绝对值大于1 两个都是右边的序列的话 那这样子有没有矛盾 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是成立的 有这样子的可能 两个都是右边的序列 那 如果是这样子 就会是 这边是-9 -9 然后 0.5的n次方un 再加上 这边也是右边的序列 加上8 然后 这个是系数1 1的n次方 不用写 然后un 这是一种可能 这是一种可能 两个都右边的 那也有可能 他左边 他右边 这样子可不可以 这两个 矛盾嘛 不可能 那如果 他右边 然后他左边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 这样就变环状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 他右边 他左边 这种也可能 所以他可能有 另外一种 就是2 Δn 他是右边 所以是-9 0.5 的n次方un 然后他左边 左边就是-8 然后一样 1的n次方 然后u-n-0 一个右边 一个左边 然后 也有可能 两个都左边 这样有没有矛盾 没有 对不对 所以也有可能这样 两个都左边 2Δn-9 那因为是负的嘛 所以这边就变加9 0.5的n次方u-n-1 然后他也是左边 就是8u-n-1 就会是这样 那如果sd 等于 我刚刚 这边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 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要把它用长厨法 先把它拆成这样呢 会不会有同学问说 为什么我这里不可以直接这样子 我这边分子分母 都把它做音式分解 1-0.5 d-1 a 加上 d-1 b 把它从二次拆成一次 不行 对不对 知道为什么吗 从这里到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 它这个a跟b不是一个单纯的系数而已 你这边一定会变成是 可能会变成这样 可能会变成这样 可能会变成a-a加bd的-1 然后c加bd的-1 可能会是这样 同意吗 对不对 那变成这样子 你这个abcd就更难搞了 有没有 所以从这边要把它变成这样子 其实是麻烦的 于是我们先把它 做一下长除法 让它的分母的次方数 比分子来得高 那这样子你在做拆解的时候 就一定会变成是这种ab的形式 就会比较好做 你如果分子分母 它的次方数是同样的 你直接把它拆解 一定会变成这种形式 这个是不利我们计算的 OK 我让大家练习一下 好 有一个问题是这样 我现在给你一个sd 然后告诉你d的受限范围 sd的角度值大于3 那要你求sd的值 各位试试看 各位试试看 好 这个题目呢 其实你可以直接用初始值的定理来算 这个sd 这个sd 其实就是我把sd 令 力曲奇无限大 就可以得到了 也就是说这里面 力带入无限大 就是1-0 力带入无限大 这边力带入无限大 无限大都是0 就是1-0加0 所以就是1 你如果不放心 那就把它反逆转换来算算看 这个式子 会等于 好 这个我们应该要用常数法 来 把它改写 -4力的-2 加1 然后这边是 6力的-2 -5力的-1 加1 1 好 所以这里是 2 2分之3 -2分之3 -2分之3 3分之2 好 -2分之3分之2 所以这边会是-4 力的-2 然后这里 我们保留一个 力的-1 然后 所以这边是 加3分之10 力的-1 减3分之2 那也是会留下 -3分之10 力的-1 加上3分之5 好 所以我们可以改成-3分之2 加上 这个 这个 我们把它做1-4分解 1-3 力的-1 1-2 力的-1 然后 留下这个 3分之3 -3分之5 -3分之10 力的-1 -3分之10 那我们还可以再把它- 改成-2 改成- Bloot 部分分式 A 加上 所以 A 1-2 力的-1 加上 B 1-3 力的-1 要等于-3分之5 -3分之10 改成-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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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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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